這個brake他蠻好用的 除了用在4之外 其實用在那個while也可以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我要跳離 離開這個回圈的話 他只要遇到這個brake他就跳離了 他就不會跑下去了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range是1加到99 那可是我把 本來是100嘛我把它改成200 但是實際上呢我不需要跑那麼多 我只需要跑到大概跑到 1,2,1,4,5,5…跑到多少呢 跑到當I怎麼樣 I這個值 如果呢他當他怎麼樣 當他100的時候 那我就跳離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可以做個敘述 其實這個brake可以放哪裡 因為我假設了 像剛剛那一提也是一樣 我要跑到某一個時候 能夠跳離 當然我可能這個回圈我可以讓它多跑一點 比如說多跑 但是我除了讓它多跑 但是我裡面還是可以再做一個條件敘述 像這個是我基數的 假設我讓它往下跑 然後一個條件是if if什麼呢 if i的值 假如它的值是大於99 可能是100 那這個條件為2的時候呢 一個冒號 enter一下 它要做什麼呢 如果當這個i的值 假如是已經大於就是跳100的時候 那先判斷一下 我就不要再加了 底下這個地方我就讓它直接跳離 我就不要讓它再進入底下的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利用一個叫break 有沒有 你打一個b它就會出來break 這個break意思說 當這個條件為處 底下程式就不會執行 並且這個程式就結束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break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一樣幫我加總到這個99 為100就跳離了 所以這個結果是一樣2500 這個是break啦 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地方會用到break 比如說還有哪裡可以用到 像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回圈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是讓它跑 跑到多少呢 跑到這個 不過我這邊太多了 剛剛是跑到11 我剛好加了一些 那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這一題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讓它繼續跑 可是你會發現我把它跑到100好了 那你會發現它一直跑一直跑 不會停下來 我只希望它跑到2.0就好了 可是它已經跑到10.9了 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可以在什麼 底下這個地方 增加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什麼時候停下來呢 就是當那個什麼呢 一幅 一幅什麼 當 哪一個部分呢 當I的值有沒有 像I的值喔 我希望它當它那個2.0的時候 停下來 那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I當I等於 或者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2.0的時候 冒號 做什麼事呢 幫我break OK 所以這個地方有沒有 先判斷 然後呢 再決定說它要不要繼續往下跑 應該可以看到這個意思啦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這邊有點像我在裡面呢 做了一個 大於 等於 I大於等於 2.0 它1.0 break掉 讓它一直往下跑 如果 如果 I的值 1.0就停下來 為什麼1.0就停下來 另外順便講一下喔 這個邏輯哪邊有錯嗎 看得出來嗎 記得好像剛剛我是把它放在下面 先怎麼樣 先讓它跑 好像我記得放下面是OK 但是放上面為什麼不OK 看一下 這樣OK 可是放在上面為什麼就不OK 這個是先跑 然後再算 因為喔 它要先 又產生一個新的值啦 所以這個I的值永遠都在變動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的這個邏輯判斷喔 記得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的下 就是在 當它計算完之後 的下方 你不能放在裡面 否則的話這個I的值還沒產生 還沒產生的話呢 你就不能夠 先判斷 OK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會發現 如果說我用break的話 它就不會往下 反正我就到2.0這個位置 它基本上呢 就會break跳掉了 OK這個是break的敘述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所謂的continue 那這個continue實際上就是說 如果上面的條件成立的話 continue就是跳過 不要止息下面的 就是底下的這個加總的動作 所以剛剛那個我們基數的部分的話 我是當它的餘數為1的時候才加 可是另外一種寫法是 當它是偶數的時候continue 偶數的意思就是說 當它偶數 遇到continue會怎麼樣 它就不會執行加的動作 所以它會跳過 意思的話呢 最後它也只會幫我把基數部分加起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continue的敘述吧 也就是上面的程式 就是微觸的時候 它就跳過 它就不會執行下面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它一樣只會去加基數部分 當然如果你要加偶數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1就好了 如果改成1的話 當它是 什麼 當它為基數的時候就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 當然這地方的話 如果把它改成1 它就只有加偶數部分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地方 這個 break跟continue 基本上呢 break用的機會比較大 continue用的稍微少一點 因為如果看各人 每個人習慣寫法不一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break跟continue的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兩個敘述 那這兩個的敘述 其實在我們書裡面也有提到 在那個第三章的部分 裡面也有提到有關那個 就break跟continue的敘述 不過這個還是要實做 你才會了解 這個break 基本上break就是整個跳離 在其他語言就exis 或者在VBA裡面就exis for 或者exis why 等等 就exis的意思就對了 跳離的意思 那continue就是跳過 跳過就是它不會 上面的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他就不會去執行下面的加總動作 那請各位試一下